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 阳光倒是明媚 可你们看 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村云 莫名其妙的把我家给占领了 于是我摸了摸他的头 可我还没想到 这一巴掌下去 不仅卖给我材料的钱涨价了 他还 他变成了教室 最终在我面前化为废灰 这真的是太悲伤了 不过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啊 只有一件 那就是造一条通往矿洞方向的高铁 成天跑来跑去的多麻烦啊 有一趟直达的列车去挖矿 那才叫舒服 64个铁轨应该差不多了 还需要几个动力铁轨 我怎么没有找到动力铁轨 我去外面把红石给拿进来看看 OK 我多做几个 24个应该差不多了 铁轨的话 从这里开始扑好了 我要先把这些泥土给清理一下 再建一个比较亮眼的建筑物 让全村都知道 我这里是高铁站 这个高度差不多了 然后两边对称 就这样吧 铁轨呢 从这里开始扑 在最前面的位置啊 一定要放置一个动力铁轨 不然啊 这个坡就上不去了 再用深色项目木板 这个围起来 防止高铁开太快 冲出去 这里面呢 我再放一个普通铁轨 方便我用来停车刹车 铁轨放在这种深色的木板上 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色差 还是比较合适的吧 哎呀 总算扑到矿洞了 中间一段时间啊 因为铁轨的数量不够 又特地的去合成了一些 哎 我这动力铁轨怎么不亮啊 容我稍微再调整一把 嗯 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再去把外面的红石火把给补一捧 万事去备 之前矿车了 等我回家合成一个矿车 我们的高铁家墓就完美收工了 嘿嘿嘿 说来尴尬 合成铁轨太浪费铁定了 害得我现在都没有足够的铁定 迎来合成矿车了 让我看看这群村民 会不会给我交易铁定 我现在真的很急缺 这么几块铁定啊 再看看之前住的房子里 有没有剩下铁定 哎呀 什么都没有 这些要怪我当时搜刮的太干净了吗 没办法了 只能老老实实的去挖矿了 总算让我合成出来了 我先来测试一下 我这个高铁安全不安全 把盾牌拿下来 这样就不会卡我的视野了 走我们出发 喂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被矿车赶下来了 放的有问题吗 拆掉再放一次看看 怎么还是不行啊 这算让我搞明白了 原来之前的铁轨被我弄错了 我要合成充能铁轨才对 赶紧去把之前的铁轨给替换掉 太丢人了 这下绝对没有问题了 我保证 如果再遇到问题啊 我就天天被苦力怕给轰炸 好 回家睡觉 晚安 这么快就第二天了 我出去欣赏欣赏我的节奏 这怎么有个僵尸啊 不对 长得怎么跟村民一样的 这不是我之前强行住我家的那只村民啊 跟我打了一下 不开心就离我而去了 别打我 跟我来 先来我家躲一下太阳 怎么就被太阳给热死了呢 哎呀 怪我没有虚弱妖极核心苹果 对不起了 打开西瓜视频 点击头像 进入个人主页 点击我要加入 加入我的粉丝团 加入成功后 将获得粉丝团专属讯彰 咯 谢谢大家